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6日报道 当地时间6月5日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·勤科针对西方对白俄制裁不断加码一事表示 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的制裁 明斯克有意放弃欧洲和美国的技术 该用俄罗斯和亚洲的技术 并且针对西方的民用产品采取保护措施 他表示光是中国技术就可以替代90%的欧美技术 而且俄罗斯技术也在积极发展 哥罗夫·勤科还透露 白俄罗斯已经起草一整套措施应对制裁 5月23日 一架从雅典飞往维尔纽斯的瑞亚航空公司的飞机 因机上有炸弹的消息 在明斯克机场紧急迫降 在白俄罗斯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的普罗塔谢维奇 搭乘了这架飞机 他在明斯克机场检查文件时被拘留 此后瑞亚航空客机与白俄罗斯迫降仪式持续发酵 在欧洲多国对白俄罗斯的航班下禁飞令的同时 不少航空公司也改变航线 绕开白俄罗斯领空 白俄罗斯交通与运输部航空司司长 阿尔乔姆·西克斯基表示 他认为欧盟在航空领域对白俄实施的制裁 是律夺者的抢劫 事件发生后 美国和欧盟宣布 对白俄罗斯一些个人和企业实施新的制裁 白俄罗斯方面随后也宣布了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对美国和欧盟宣布